中国政府将如何的有效的去平衡短期的刺激的需求和长期的挑战 比如较高的负债率还有老龄化的趋势以及低消费的现象 我想最根本的还是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 治标与治本这两对关系 我想是不是我可以用两个概念来打个比方 介绍一下中国的一些做法 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传统中医上说的固本培养 中医上经常说要固本培养 经过疫情几年的冲击 经济运行就像一个人生了病 病刚刚好叫大病出狱 按照中医理论 这个时候是不能下猛药的 应该精准调理 慢慢调理 使他的机体逐步逐步地得到恢复 部本培养当中这个本和原 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当中 就是重要的基础支撑能力 你有这个重要的基础能力 你才能达到更好的发展 因此我们这几年采取的一些措施 所做的一些工作 很大程度上是在固本培养上下功夫的 感谢观看